台南街头出现了狗狗救猫咪的温馨画面 9号下午小狗叼着小猫在街上跑 民众目击起初以为是猫狗在打架 但后续发现是小狗在救猫 猫咪受伤倒在空地上 狗狗发现之后就把猫咪叼起来 飞奔跑回家找主人 后头还跟着同伴 像是在帮忙护送 小黄狗街头狂奔 边跑嘴里还叼着小猫 一路跑跑回家 主人看见接手猫咪丧离掌求救 刚开始说好像是打架 就有看一看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咬得很精准 跟猫的妈妈在咬 是一样的动作 起初以为猫狗大战 细看不对耶 是猫小孩就喵新人 究竟小黄狗似乎很担心 整个过程不断绕着主人 关心猫咪状况 猫的腹部有撕裂性的伤口 然后那只狗发现了它 就把它叼回来 要找主人 当时猫咪受伤 倒在附近草丛 被小黄狗看见 当起救护车 嘴巴叼着 奔回家找主人 同伴紧跟在后 向救护员 一前一后联手救猫咪 找到本尊就是这两只狗狗 蛮温馨的 因为狗猫之间的友谊 伺主说小黄狗过去也曾叼着 失去生命的鸟类回来 邻居眼中狗狗温馴固扎 更有爱 解救受伤喵新人 受伤猫咪后续由洞宝处 接手救护 再看一次狗狗狂奔救猫咪 画面曝光 让人感动 记者黄富奇台南报道